来源美股投资客 12月14日 谷歌GOOG US推出AI音乐创作工具MusicFX 该AI工具可以帮助用户仅需几句话 即可生成原创的音乐作品 MusicFX为音乐创作者提供了丰富的音效和声音素材 用户可以创作各种类型的音乐 同时支持调整音调节奏和音量 还可以添加混响回声等效果 无论是想要营造舒缓的氛围还是冒险紧张的氛围 MusicFX都可以满足 MusicFX当前仍需要通过谷歌一个AI实验性产品网站 AI Test Kitchen进入 这一平台的建立是为了让用户在尽早体验其最新的AI技术的同时 也能提供早期反馈 这种合作方法能帮助谷歌完善技术并遵守道德标准 MusicFX的出现会降低音乐创作的门槛 让更多没有经过专业音乐培训的爱好者们参与进来 对于接下来的计划 谷歌表示 他们会继续根据用户意见继续完善 MusicFX MusicFX有可能重新定义音乐创作及与音乐互动的方式 AI Test Kitchen可能会成为未来AI发展的典范 这种方法可以推动人工智能发展进入负责任的新时代 在这个时代 技术与社会价值观和规范齐头并进 AI生成音乐的版权风险 到底算不算原创 AI跟人一样 偶尔会偷懒直接抄齐这些素材 版权该如何保护 美国音乐出版商协会的埃里克 桑雷 Eric Sunray 撰写的一份白皮书认为 像MusicLM这样的AI音乐生成器 通过从训练数据库中 吸收作品中连贯的音频 侵犯了美国版权法的复制权 因而此次谷歌运用DeepMind的水印技术 SinceID生成的ID便是对版权问题的重视 谷歌表示 生成的所有歌曲都带有数字水印 人的耳朵听不见 也不会影响音乐的效果 主要通过音频波 转换为二维可视化来实现 即便数字水印遭受了添加噪声 音质压缩 音频调速等破坏性操作 仍然可以检测到歌曲中的水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